說到不能被動搖的東西 其中一個不能被動搖的 或者是很難動搖的東西 就是人類的愚蠢 有一個伎倆 我一直以為只有在台灣才會發生 因為實在是太蠢了 但是現在在英國也發生了一模一樣的事情 這邊是來自於英國的報導 上面說 最新的愛地球愛環保的抗爭來了 在商店內把牛奶全部倒在地上的運動 盛行了整個英國 在乎環保的青年開啟了新的運動 Milk Pores 這個運動就是要去把商店內 一箱一箱的乳製品徹底的倒出來 根據動物權利人士的說法 這是一個為了動物的抗爭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影片 裡面那個女的說的就是她們試過所有的方法了 但是都沒有用 所以只能用這個樣子的手段 讓人可以來了解 這個就是這些正義魔人最常做的事情 認為沒人敢對他們怎麼樣 而且這些人是非常噁心的 特別是這些左派的環保人士 他們都沒有想到 他們影響的其實都只是普通老百姓而已 造成不變的 就是都只是要去上班 努力賺錢養家的人 那家店有一個清潔工 他就是唯一被這件事情影響的人 他們沒有在對那個賣牛奶的農場做什麼事情 只是造成了那個清潔工的不便而已 就跟那種說要停止使用汽油 然後一群人手牽手堵住高速公路一樣 你這麼做到底是為了什麼 懲罰到了誰 石油公司根本無感 只是讓那些人沒有辦法準時上班而已 問題就是這些行為是可以輕易解決的 就是只要處罰這些人的行為就好 處罰這樣的行為就好 只要執法人員可以處罰這樣的行為 就可以馬上解決絕大多數的這些神經病 那這個動物人權運動 動物有人權 是為了要保護動物的 快一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